周末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古典音乐很难嘛 到了这里,我们的古典音乐很难嘛的乐曲部分基本上就结束了 后面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 我想给大家讲一讲古典音乐的演奏家、歌唱家和指挥家们 我想他们也许是大家最感兴趣的人物 好多朋友跟我讲他去大剧园听音乐会 主要就是为了看音乐明星 那么请大家在今天的评论里面 可以尽情推荐你喜欢的音乐家和音乐明星 后面我将挑选一些为大家解读 自从去年八月跳进了日播节目这个天坑 至今我已经做了两百多期的古典音乐节目 介绍了两百多首音乐作品 我发现日播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 因为好多朋友跟我讲他们都买了节目 做不到每天来听我 但至少每周会来听我一次 所以我想呢 日播可能是个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可是我在这个过程中非常累并享受着 把这么多的乐曲听过的没听过的 为了做节目全都痛痛快快的再听了一遍 我记得三十岁之前我读博士的时候 做一个关于潘德烈刺激的音乐的一个论文 可是怎么都没法专心来写作 因为那个时候比较年轻 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渴望 充满期待和想象 但是十年之后 在这个信息纷乱的世界里 我却更想专心地只做一件事 只听古典音乐 只阅读古典音乐的相关书籍 对热火朝天的电视剧和朋友圈刷屏的电影 完全失去了兴趣 在做这个节目的过程中 我体会到了专注带来的身心洗礼一般的愉悦感 讲了两百多期乐曲 依旧意犹未尽 我觉得像巴赫 贝多芬 肖邦 采扣夫斯基和肖斯塔扣维奇这样的大师 听他们区区十个曲目远远不够 我做节目的时候总是难以取舍 最后只能按照这些乐曲的历史意义来排列来挑选 而我在聆听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古典音乐方面新的课题 比如说我觉得像西贝柳斯的交响曲 亚纳切克的歌剧被公众大大的低估了 也有一些作品像普塞尔的音乐 在业界评价很高 但实际上聆听的人并不多 因此我在解读这些音乐家的人生里面 看见了命运 俗话说 落地的凤凰不如鸡 天才也未必有好的命运 此外呢 还有一些像二十世纪的布里顿 斯特拉文斯基 因为他们去世的时间太近 大部分作品还没有被公众得知和流传开 我想后面我会继续做古典音乐深度解读的节目 来推广这些值得聆听的乐曲 我想大概这就是一个乐评人 对于音乐史所能做的主要的贡献吧 好的 接下来的一周 我们就一起来听我们年代最出色的古典音乐演奏家 在二十世纪之前 音乐史是由作曲家缔造的 从前的演奏家 我们可能听说过他们神话般的演奏传说 但是不可能有机会亲耳聆听 到了二十世纪 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和录音录像设备 所以二十世纪成了演奏的艺术 各种演奏艺术登峰造极 音乐家的唱片全球发行 他们的演奏也让不少淹没在历史的乐曲 随之新生 如果没有二十世纪的钢琴家们 或许巴赫的音乐不会像今天这样广为流传 如此音乐史将不再是作曲家的天下 表演者将以影像的方式进入历史 最后说到演奏家 我想起有一次和一位老师午餐 说起时下最风光的国外的演奏家们 台上台下各种表演作秀 高潮迭起 他轻轻地说了一句 他说他们不爱音乐 一语道破 我想也许音乐家只可以分成两类 爱音乐的和不爱音乐的 只有真正爱音乐 对音乐有一种赤子之心的演奏家 才能持续一生不断地演奏 因为演奏是一种孤独的事业 而且缺乏安全感 他要不断地练习攀登 维持 然后继续攀登 最初呢是和自己较劲 后来就变成了与时间和衰老抗衡 演奏和练习是一个无休止的征战 这让我想起西西弗斯的故事 他每天将巨石推上山顶 滚下重来 再滚下再重来 但是真正热爱音乐的演奏家 他不是这样想的 他们觉得为了一个精彩的跳音 顿音 他可以花上六个小时专门去练习 为了完美在所不惜 音乐的演奏 演奏就是那种刹那之间的精彩 但它足以照亮我们卑微的日常 当演奏家完成一场精彩的演出 在舞台上谢幕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此刻就像那个攀登到了顶峰的旅行者 正在阳光下舒展双臂 听到耳边的掌声像狂风呼啸 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幸福感呢 我想也许只有他们的音乐能够表达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